泰国从来都无意效仿斯堪蒂纳维亚国家王室骑自行车的习惯 可是泰国王子瓦吉拉隆公星期天破例带领上万名自行车手踏上43公里的路程 这次名为为母亲骑车的活动是为了孝敬她的母亲失利吉王后 普密彭国王身受爱戴,是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泰吉拉隆公是国王唯一的儿子,是王位的第一继承人 我祝愿王后、王子所有王室成员万岁 特别是国王,他为我们民众和国家做了很多好事 所以我很感激和尊敬他们 有些人认为这次高调活动 是为了在王位交替之际展示瓦吉拉隆公王子清明的一面 国王和王后都已经年过八十,健康欠佳,多年来没有公开露面 很少公开露面的王子受尊敬的程度不及他的父母 而他的妹妹施灵通公主则常常露面 因为从事慈善活动而受到民众欢迎 在泰国,讨论继位问题是一大禁忌 被认为对王室不公的言论是一项严重的刑事犯罪 联合国人权事务办公室希望泰国修改冒犯君主法 自从去年军事政变以来,这项法律执行的更频繁 我们感到震惊的是,军事法庭针对这类案件的判刑严厉程度急剧上升 这些法庭本身就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,包括公平审判权 可是,上万名泰国人至少在星期天跟随王储骑车时 把这些担忧抛在了一边 他们希望君主制的未来也能一帆风顺 美国之音赫尔曼,曼谷报道,由海伦播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